声音到处可闻 动听的声音 例如音乐和歌曲 可以令人感到舒畅 但是繁忙的交通 和飞机起飞的声音 就令到人感到焚烟了 你知不知道声音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们搏动吉他的时候 会听到声音 你知不知道吉他 是怎样产生声音的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吉他的弦线 你会发现活动吉他 会令到弦线震动 从而产生声音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用手按住吉他的弦线 令弦线停止震动 你就会听不到声音了 让我们透过以下实验 深入了解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了 在这个实验里 我们将会探究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用手在桌上按住胶尺的一端 胶尺的末端 离开桌的边缘大约10厘米 轻轻按压胶尺的末端 然后放开 我们会听到一些声音 因为胶尺上下震动的时候 就会产生声音 大力按压胶尺 然后放开 和之前相比 声音变得较为响亮 由结果得出 声音的响亮程度 随着施加在胶尺上的力度而增加 改变胶尺圆胸部分的长度 重复步骤 当胶尺圆胸部分增长的时候 音调变低了 当胶尺圆胸部分缩短的时候 音调变高了 由结果得出 声音的音调 随圆胸部分的长度减少而升高 现在用音叉敲击膠塞 将音叉放回音叉架上 我们就能听到声音 音叉孝极膠塞之后 音叉轻微战动 轻轻触摸音叉臂的时候 就能够感觉到音叉臂在震动着 用音叉孝极膠塞一下 并放回音叉架上 用一个已经拥有省圆起的乒乓球 触碰其中一个音叉臂 乒乓球在震动 现在将水盘注水至半门 静至片刻 等水面平复 用音叉孝极膠塞 然后令其中一个音叉臂 轻轻接触水面 水面产生了一些波纹 即是水波 这是由水的震动引致的 由结果得出 声音由物体震动产生 声音由物体震动产生 所有可发声的物体 都有可震动的部分 例如喉咙内的声底 胶尺圆胸的一端 音叉臂 和结他的弦线等 一开始一开始提醒一下 然后可以修理一下 我认为这个练乓球 在连担69 我的练乓球 我们也有一次 对最练乓球的 阻力和其他练乓球的